大家好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呢 會在每週是更新金米咖啡的器材 一些技巧 有一些相關知識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週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這一台 哈利有睽違已久溫控壺 叫阿法 其實哈利有之前呢 也有溫控壺 但是這一次呢 是完全由台灣來設計製造的 所以呢 也是目前學長覺得 哈利有出溫控壺呢 最好用的一把 而且它的CP值很高 單價大概是3000多塊 以這個美感 和這個控水的能力 來說 我都覺得是一個 值得大家來入手的一支溫控壺 好 那決定放在這邊 接下來跟大家聊一聊 為什麼我覺得它很值得大家入手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面板的部分 你看到這次用的是一個 很乾淨的純白 大概還有黑色版本 總而言之它的面板非常的乾淨 用非常簡潔的這個標示的方式呢 讓它 讓消費者用起來都覺得 哦 真的符合現代人的美感 不會有太多過多的一些文字 那整個面板呢 就是用鏡面的方式來做呈現 白色真的在女生來看來 基本上還是很容易吸住眼球 黑色質感也是相當的好 就整個鏡面的感覺 然後呢 鬍身的部分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鬍身的美感設計啊 我覺得真的不錯 那尤其比較值得像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這個鬍身的部分 其實如果你是在實際上摸到的時候 會發覺它的外圍這個烤漆 這個有點像是雞蛋蛋殼這種烤漆 有一點點小顆粒狀 不是那種光棉 所以你實際上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實機的質感 是比照片好非常的多的 就是有一點點紋理的這個鬍身質感 真的看到以後 看到實地會有點愛不釋手 所以整體的美感呢 我覺得沒有輸最近這幾年當紅的 無論是Fellow Fellow就是美式的美感 或是魚 都各有千秋 尤其是這個蛋殼這種烤漆的工法 目前呢 我只有看到是哈利有用這個工法 這個非常非常棒 我非常非常喜歡 但是呢 它也其中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如果 你有磨損到它的話 比較危險 因為這種比較容易留痕跡 相對於 可能其他溫孔虎 其實Fellow的黑色啊 它的也是烤漆嘛 所以如果你磨到的話 也是會留痕跡的 魚其實是最不容易留下痕跡的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要考量的部分 如果你在家裡用 你沒事也不會移動它的話 那這點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常常移動它的話呢 要注意 把它帶去外出的話呢 一定要保留它的外箱 它可以減少它的磨損 OK 那外觀的部分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美感是相當的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功能面的部分 好 我們先從 它的規格還有它的功能部分開始 那這次Alpha呢 它設計的是650Mb的中尺寸 算是蠻輕和的 因為如果到900Mb的話就比較偏重 650Mb的整體重量是不錯的 大概比魚再重一點點 但是其實整體來說 它的可控性還是不錯的 然後它的功率呢是1000W 1000W呢就比Phello的1200W 在功率再弱一點點 Phello應該是目前算是比較 它的加熱速度是最快的 那1000W的作用呢就是跟 泰模的魚是同一個等級的加熱速度 所以基本上呢 加熱速度算是很正常 那你在家裡使用的話 不用擔心說加熱速度太慢了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演示一下它的功能 那功能部分呢我們可以看 先開機以後呢 它這一次的功能呢 當然有兩個主要功能 那學長覺得呢 其中有一個是還是比較有創新的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正常的溫控功能 這邊有個T 你按下去以後呢 它就會跳一個數字 就90度就是你的目標溫度 那你按T的部分呢 你可以跳 它這是一個 如果只按T的話 從45、70、88、93 然後又回到45 這個是快解功能 那譬如說我想要到了88的時候 我想要再升兩度的話 這邊有一個加跟減 你再按這個加跟減 對好 按這個 加跟減的情況之下呢 那它就會 繼續從一度一度的往上跳 所以這個快解功能 搭配這個 加跟減的話呢 就可以控制到你要溫度 但是呢 這一次的α呢 它比較特殊的部分是 它最低的溫度控制在45度 最高溫度呢 是只能設計到95度 可以看一看 按T 好 那我們按到93、94、95以後 再按就不能按了 換句話說呢 α這次的設計呢 最多只能讓你溫度到95度 那就有人問說 那如果我想要97度、98度怎麼辦呢 那就要扯到α另外一個功能 這功能是關於一個滾水的功能 需要你覺得這功能是非常好 然後對於有些人來說是不錯 尤其是你家裡面可能 沒有進水系統的 你的咖啡沖煮呢 基本上要煮到滾水的 這一種的狀況呢 它是可以這樣的 我的溫度無放進去以後呢 這邊有一個 按開關 好 點下去 點這個開關鍵 點下去 它的燈光進到 從閃爍變成 紅色的光的時候呢 它就會升溫 一路升到100度 然後沸騰嘛 就是100度就會沸騰 那沸騰以後呢 它沸騰5秒以後呢 它就會自然的降溫 自然的降溫 降到95度 的時候呢 它就會進入保溫狀態 所以它是一種 如果你家裡是沒有那個濾水裝置 你的水是需要 進入沸騰狀態以後呢 這樣比較安全 然後再進行控溫的話 這個功能對你來說 可能還是蠻有幫助的 就是有這個功能 那當然 這個功能同時間呢 也有牽扯到說 如果 你是想要96、97、98的話 它可以這樣嘛 你先把它做到FET 等個幾分鐘 大概兩分鐘左右 它就會落到95度 你就在這個區間帶 得到你96度 你要的溫度的時候 再把它拿來做充足的話 你還是可以滿足你96、97的 這個目標啦 但是畢竟它事實上來說 並不是在定位功能 你還是要稍微瞄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呢 學長覺得是有一點點可惜 就是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就需要去滿足它 用特殊的做法去滿足 比較可惜一點點 但其他部分呢 因為學長我基本上 我大部分 95度對我來說就很高溫了 所以它的整體功能 對我來說是 我是沒什麼影響 除非你是用特殊高溫的煮法 那可能會有需要研究一下 所以在面板功能部分呢 其實滿簡單的 那當然它還有一個是 定時計時功能啦 就可能輔助你 如果譬如說 你在家裡面要泡茶 想要泡4分鐘 那你也是懶得拿手機的話 有一個計時功能 算是一個小小的情商填畫 學長覺得還好 好 那接下來 它的功能上面其實就 跟一般溫空服差不多 多一個沸騰以後 再回到95度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控水 還有它的整個 給水的感受度 OK 它的這次的握把呢 是一個這樣的握把 還有一點點像是 承襲的以前 雲朵壺的這個 凸點 好 讓它握起來的時候呢 是有一個手點可以握的 好 那跟Fellow 跟與所選擇的東西 的概念不太一樣 但是呢 這個的確實握感上面 是蠻安全的 是蠻有安全感的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它的給水的壺頭 這次可以看到它的壺口 其實並沒有做的特別的小口 甚至於比一般的溫空服的口徑呢 再大一些些 但這一點呢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合理 因為呢它的壺口的削 夾尖角度呢 我覺得設計得很好 所以呢 你在給水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覺說 好 我們今天在給水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的口徑夠大 如果我要給足夠大的水的話 它是給的出來的 所以它的 最大水量 其實並不會太小 OK 但是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尖的嘴 這個嘴 我是覺得設計得不錯 它在控水的時候呢 我也是可以很輕鬆的用 比較小的水 比如說 這就已經非常非常小的水 再可以看到 它的 幾乎不會有斷水的現象 然後我在繞圈的時候呢 它的可控性 也是相當的好 可以這個是最小的水 再大一點 這個水呢 就可能是學長常用的水 就是中偏小的水 再大一點呢 這個是大一點的水 其實呢 它的可控性呢 是目前 包括哈利歐的 其他的傳統的運動服來說 這一把 阿法它的可控性呢 都是 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呢 這一把我覺得是 確實它的 它可以滿足蠻多不同的 手衝使用者 因為有些人喜歡小水 喜歡大水 的需求 我個人是覺得 它的虎嘴設計呢 是非常優秀的 所以也 蠻推薦大家的 當然點滴法的部分呢 也是可以做 但是呢 你可以看 它其實它的虎嘴設計呢 你要做點滴都還可以 但是呢 因為溫控鼓一般來說 重量比較重 所以學長呢 是比較不鼓勵大家 用溫控鼓做點滴 你的手腕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事實上 它還是可以做 它是有這個能量 是可以 把水控到 你用點滴的狀況呢 它也是不會 溜口水的 所以整體來說呢 是非常好 可以看 小水 小水的控水 中水 大水 它其實都很 很可以控制 但是它最大水 大概就這樣了 沒辦法再更大了 但是我覺得已經 蠻大管的 所以也OK 我覺得整體來說呢 它的虎嘴設計呢 我是覺得滿意的 整體的柔軟度呢 給水柔軟度 我覺得也還可以 當然它可能沒有辦法 像那個 賀嘴的魚 賀嘴的魚 因為是賀嘴的虎嘴 設計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柔軟 但是它其實呢 它整體的沖力呢 我覺得 可能比Fellow 還要再柔軟一些些 所以 沖嘴的效果 也是滿飽滿的 OK 好 所以呢 如果你還沒有拜溫控鼓 或是你覺得 我想要再來一拜溫控鼓的話 其實這次哈利有出的Alpha 還是不錯的 整體的美感 然後功能上面 也算是小升級吧 然後還有虎嘴的設計 都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所以 價錢也不貴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是可以拜一把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